0402泰鲁阁号事故当中 收救人员致力完成救命任务 但是在过程中 救灾装备衣物是沾满了血迹和尸款 台积电的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到花莲关怀慰问时 允诺要捐赠全新的救灾装备衣物 而第一批的重装备 5月28号送抵了花莲县消防局 救难人员穿上全新的装备 感到相当振奋 一箱一箱的装备送进了花莲县消防局 搜救对弟兄们很开心的打开清点 因为这些是全新的救灾装备衣物 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0402泰鲁阁号事故中 收救人员致力完成救命任务 但是每个人的救灾衣物都沾满了血迹尸块 让同人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当时来到花莲慰问的台积电 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就允论要捐赠全新的救灾装备义务 张石文女士她很关心我们的救灾同仁 心理重建的问题 特别感到我们花莲县来慰问 我们所有的警义销及红石智慧 以及救难学会的救灾人员 其次也跟我们展开一个座谈 那在座谈当中我们同时有跟我们那个张董事长有提到说 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因为很多被害者都是出体解离 很多血迹身上的衣服都沾满了血迹 甚至沾满了身体的身份的那个受害者的体液 所以说后来她说为了要消弭大家的这个不好的记忆留在心中 应该把这套衣服换掉这样 那就当场慷慨的坚证说 每一个人要坚证给我们两套 所谓我们的278位 每一个将他坚证两套的救灾的服装 让我们把它换掉这样 这批救灾装备包括了安全头盔含耳窖 防暴型头灯 防艳 耐磨救助服 安全救助鞋 防切割 耐磨手套 护轴 护膝 搜救背包等 整套要价77750块钱 华联县消防局共获得了278套 总经费超过2100万 穿上全新的救灾装备义务 搜救对弟兄们感到相当振奋 除了感谢企业社团支持 也将持续精进消防专业技能 要守护花莲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罗莲换视报导